那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今天也是在香港的报纸发表了署名文章指出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将为香港提供再创辉煌的黄金机会 期盼香港能够抓住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 培育新优势 发挥新作用 实现新发展 做出新贡献 整个大湾区的建设 一方面是希望为香港的经济注入新的动力 另一方面也都为香港的市民在改善生活方面提供更加大的空间 相关人士表示 香港具备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和广泛的国际联系 再加上中央推动国家科研资金过河支持香港 大湾区打造国际科创中心等政策 香港将迎来发展科创产业的给予 我们有一个世界级的大学 我们比较尊厚的科研的实力 研发的力量等等 然后结合在广东上 在深圳 广州 他们本身的在科研方面的实力 然后共同的在大湾区里面发展一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原创实际上更需要基础研究 基础科学 通过香港更加自由 更加开放的这一个制度 来引领或者带领 这整个湾区 甚至传国 整个湾区 科创 科研跟科创达到新的高度 我们下班 我们下班 我们下班